说到教育 说到上学的问题 林高县 林城镇的一些家长也在犯愁 犯什么愁呢 他们说 秋季新学期已经开学一周了 可这里有70多名小学生还没有学校可上 主要原因是入学材料仍然没有审和通过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现在去叫我们房产上 我们没上房产上 我们在画面之内就进入学 我们在我们后面 那你是哪年建的这个房子 2011年 这个学校是哪年开始的 去年 去年开始造成的 我们最爱那里的小园 那里什么都没有 一片框地的 柯女士的儿子今年准备上小学一年级 孩子随父亲户籍为 林高县 波连镇 波连局委会 波新街 夫妻俩一直都在林城镇务工 在镇上有一个自建房 据林高县 博文学校很近 由于户籍并不在林城镇 同时无法提供房屋的相关证件 学校方面为通过柯女士儿子的入学申请 和柯女士情况基本相同的 还有70多名学生家长 根据林高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学校按照户籍 房产类 以及自建房类等条件进行划分 其中 自建房材料不符合入学条件的情况居多 自建房的居多 有些是户口类的 还有一些是有房产类的 户口类的大概有120左右 房产类的大概是25左右 自建房的有将近200 自建房最起码有报件材料 将近160多个 不符合 据校方介绍 今年秋季学期学校计划招生180人 目前已完成第一批一年级新生的录取工作 共146人 一道校报到 后续将由教育部门 对部分材料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 进行统筹安排 按照我们的这个政策 就进入学读书 自建房如果没有这个合法证件的 如果是户口在县城的 可以那个分流到 就是那个户口在哪个片区 就到哪个片区去这个上学 就是说如果他户口那个不在县城 但是他是在这边打工的 我们还有四所的这个安置 未来有物工人员的这个子女 上学的这个学校都在林城镇 一个是第二次元农历小学 文南江中心学校和这个私小 林高县教育局方面表示 招生工作将坚持以户籍优先 免试就禁或相对就禁画片入学为原则 所有义务教育阶段 适令儿童入学将于本周内完成统筹 同时也提醒家长务必保持手机畅通 直播海南戒指报道